思考是你我与众不同的真正力量 欢迎来到近期波财经 从2009到2019 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总是以为变化会突然降临 但其实所有的变化都酝酿已久 就好像此刻未来以来 只是你我没有感受到而已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与世界无关 但其实哪怕是远在拉美的 一个偶发世界都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2009到2019 从中国到世界 这十年足够波澜壮阔 足够影响深远 若我们的视线和思想 永远只是被这十年的房下困住 那么你至多是一头困兽罢了 这十年中国的人均GDP 从大约3300美金干到了9800美金 这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人脱贫 更多的中国人变成了中产 这是这一轮消费升级的核心原动力 没有之一 这十年中国的进出口的总额 从2009年占GDP的44.86% 降至34.35%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下降了 自身的安全性提高了 但是绝对值根据海关总数数据达到4.623万亿美元 比2009年翻了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出口商品中 机电产品占比超过了一半 2019年第一季度占比是58.8%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已经从初级商品完成了进阶 这十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从凡事都从美国copy 开始变成了创新者 因为庞大的存量市场 使得中国在验证任何一个互联网商业模式上 都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为此中国的VC行业伴随互联网产业 吹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泡沫 迅速催熟并在这十年的尾巴上迅速破裂 这十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来自中国 中国在治理荒漠化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性突破 与此同时 河西走廊每十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 这意味着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 当然这十年房价经历了飙升 它让我们不安 让我们彷徨 但诸多信号告诉我们 炒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未来中国的生意必须要守正出奇 先守正再出奇 过度的消费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意识相当渗透 那么多荒诞的故事 那么多悲欢离合都因此而生 但我始终相信物极必反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 发自心底厌恶那些喧嚣的肤浅的 而这些终将随风而去 接下来我将带着大家回忆一下这十年的一些切面 它或许发生在中国 或许发生在异国 但它终究影响着我们 这便是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看2009到2014年发生了什么 2009年的夏天 一款叫做新浪微博的产品开始攻测 这款产品最初被称为中国的推特 新浪微博在2010到2011年之间 击败了所有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同款产品 很多倒推式的分析都很有道理 但我认为如果没有2009年秋季 新浪管理层完成了中国互联网首创的MBO 管理层收购 这家公司不可能成为微博时代的最后赢家 在此之前 新浪一直被认为是没有老板的公司 微博的诞生 迄今我都认为是划时代的颠覆性的 它让自媒体1.0蓬勃的发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 传统媒体营收最好的光景就定格在了这一年 这一年马云想退休 但是没有成功 为了退休 他又花了整整十年 他缔造了一套制度 一套文化 一个传奇 我认为制度和文化是阿里巴巴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因为业务本身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 没有可能学习和复制 我们或许无法想到2008年 华为想卖掉手机业务 但因为恰逢金融危机 没有人接盘 所以只能自己继续干 主要给通讯商做定制机 到了2011年 iOS和安卓在全球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华为开始压住手机端 经过了数代发展 才有了今天的Mate 30和P30 2010年 一个数据发生了逆势波动 那就是中国的市邻小学人口增速 在此之前 从1997年后 基本成负增长 这是因为中国80后家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带动了诸多产业的蓬勃发展 比如互联网教育 当然还有学区房 故而任何一国的任何产业 归根结底 要与人口的一切特征相挂钩 我们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时 都需要缜密的考虑之 2010年3月28日 吉利集团宣布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 以18亿美金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的股权 以及相关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 据说沃尔沃的总裁 在签收购协议前 都不知道中国吉利是什么汽车牌子 8年后吉利完成对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 9.96%股份的收购 有个段子说 以后不管你买什么车 最后不都是图个吉利吗 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雄心从未泯灭 这便是中国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几乎是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同时 希腊债务危机大爆发 欧盟被迫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建立7500亿欧元稳定基金 以控制局面 但希腊喘息否定 爱尔兰在四季度也爆发债务危机 从希腊到爱尔兰 再到西班牙葡萄牙 进而波及意大利 这件事的影响到今天仍然还在持续 欧盟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2012到来时 世界似乎并没有毁灭 那个和你一起看2012现在还联系吗 国家统计局2012年 粮食产量数据公布显示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五亿八千九百五十七万吨 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亿斤 比2011年增长 一千八百三十六万吨 三百六十七亿斤 增长百分之三点二 实现九连增 比起别的事情 这是鼎鼎要紧的大事之一了 2012年12月 八项规定出台 一家叫做香恶情的高端餐饮上市企业 从此一蹶不振 几次转型都不太妙 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翘江南 这一年腾讯不再和新浪PK微博了 因为他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头等舱船票 微信 微信刚推出时 大多数人是不看好的 大家觉得和QQ没啥区别 随着飘流屏 语音 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等功能的上限 迅速呈现出席卷之势 自此后 中国移动互联网甩掉了Copy的帽子 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也正是2012年前后 小米成为了最火热的名词 凡事都必须符合风口论和互联网思维 小米最大的贡献 是他有意无意的带动了整个行业 彻底把手机平民化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 大众点评这样的企业估值并不太高 直到智能手机的LBS和实时UGC 使他一下子就成为了香波波 基于智能手机普及 开启了算法革命 诞生了一个千亿级的企业 字节跳动 和一堆几十亿的APP们 因为移动时代对搜索的依赖下降 以及APP们形成了一个个孤岛 百度无法抓取了 加之别的自身问题 百度从这一年开始走下了神坛 2013年7月28日是啥日子呢 是TF Boys正式成立的日子 直到几年后 中老年人们才开始正视这种现象 这颠覆了老人们 包括我对于明星的认知和想象 妈妈粉阿姨粉等等 今天比较常见的词汇 在那个时候听起来都很新鲜 事实上一个崭新的造型时代到来了 而背后的核心逻辑是更年轻的一代人 以及全新的文化圈层和价值观认同出现了 2014年新年刚过没几天 大洋彼岸一个快日薄西山的科技巨头 迎来了新任CEO 这家公司叫微软 CEO叫纳德拉 纳德拉改变了这个企业 今天他再一次回到了全球最值钱的科技公司的宝座上 超过了1.05万亿美金 比苹果还多200亿 纳德拉说 为74亿用户设计产品 是从为一个用户设计产品开始的 这句话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中国本土企业关心的永远是14亿人 但大多数时候是14亿人里的一部分 但真正国际化的企业是思考的全球74亿用户 几天前 微软召开了新品发布会 发布了诸多比苹果更为创新和吸引人的产品 中国企业这些年对苹果的迷恋 但更多是表象化的学习 我认为需要适可而止 我们要看看更多的全球企业都在做什么 比如微软如何再一次崛起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下期内容为大家讲解2015到2019年发生了什么 欢迎大家收听进击波财经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看2015年到2019年发生了什么事 2015年土优优作为首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我认为这是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事情 这一年起中国企业界的转型压力开始高度凸显 因为旧的模式基本到头了 投资拉动增长变得越来越有限 凯恩斯理论正在失效 这一年有一个日后饱受争议的企业创办了 它叫拼多多 我在拼多多重新定义拼多多译文总结到 这一年2015年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一 以小米为首的中国国产手机 开始推出几百元的手机 手机市场开始进入四刀见红的肉搏战 但同时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迅速拉高 二 支付宝和微信钱包几十个亿砸下去 又是打车补贴 又是红包 把手机支付这一环彻底打通了 卖红薯的大业都用手机收钱了 三 年初淘宝被反复质疑假货 开始大规模清理低端店铺 京东坚定的走品质路线 于是一个长达两年的真空漆出现了 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高级玩家 全力在基础条件完善的情况下 做五环外的电商生意 只要你啃弯腰 最大的桃子就是你的 2015年的9月的电商世界 堪比二战时期的西线 英法联军奉行绥靖政策 按兵不动 使得德国有机会可以轻而易举 把英国和法国赶出敦克尔克 2016年1月1日 全面二孩正式实施 意味中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 长远来看需要更大的力度 刺激生育 中国学界用了无数的笔墨 讨论日本沉默的几十年是怎么发生的 原因总结了一大堆 归根结底 核心就是日本的老龄化 是发达国家里最严重的 大量的老年人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老年人的选票又阻止了倾向于年轻人的政策的落实 日本曾经的那些世界顶级的品牌和企业 都爆发于战后婴儿潮 长大后的那些年 但都沉沦于他们老去的那些年 对比之 同年六月 上海迪士尼开业 无数的孩子和假装是孩子的大人涌向这里 这便是中国市场的神奇之处 那就是存量太大了 10%的人就是1.4亿人 很多问题即使已经很大了 但不仔细看可能都发现不了 但机遇也是 看起来很小 其实垂直领域充满着机遇 迪士尼的成功无独有偶 漫威和乐高都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证明了IP化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范围内有个大事件发生了 2016年2月20日英国公投 2017年3月16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 授权英国首相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英国脱欧知识的影响巨大 这得另起一篇单独说 欧洲市场是一个三亿人的成熟市场 同时北美与之同根同源 总体来说 我们对之的理解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未来每一个国人除了关心好自家门口的事情 要想真正拥有最高之格局 还是得真正理解世界格局 来到2018到2019年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2018年存量的厮杀开始了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生意 基本作杀杀亏钱 基本投资回报率呈现出了倒挂 仅上海新开业的商场就多达70多个 而周边每新开一个商场 就将分流掉20%以上的顾客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一半的商业地产项目都要黄 这一年有一个叫做瑞幸咖啡的公司 义军突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次年即2019年登陆了纳斯达克 有趣的是他们在上市前的布局 大部分还是基本是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这意味着中国生意进入了明显的局部繁荣阶段 同时意味着数据化成为了企业增长的新引擎 下沉和出海成为了核心关注点 这两年拼多多在拼命上工 淘宝京东在拼命下工 中国互联网企业重镇南亚和东南亚 一家叫传音的手机公司 拿下了非洲手机第一的宝座 另一方面 最终中国会实现科技平权和价格平权 这是啥意思呢 就是即使偏远在大兴安岭的小店老板 都能使用微信支付工具来收款和管理用户 即使身处贫困线 都能用快手把老家的土特产卖到全国去 即使你没有太多钱 都能买到足够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在我们正在度过国庆 出境旅游达到历史新高 中国人对世界的兴趣 从东南亚转移到了更远的欧洲 乃至北欧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中国仍有13亿人没有出过国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核心数据在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一文中 重点论述 仅海外购物退税这一块 中国游客每年就有几十亿美金的税没有退 这便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国庆前一周 我去了位于一家河北廊坊的羊肉串场 工人机械的串着羊肉串 手长期处于湿的状态下都白了 空气非常刺鼻 羊肉腥味血水味 佐料味混合 当然该厂是非常卫生的 一个工人一天要穿2000串 一串寄件一毛钱 老板说招不到人 只有四五十岁大妈愿意来坐 年轻人不肯来 另一方面 老板说如果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产能还能提升一倍以上 并且不愁卖 离开这个工厂后我打了个车 到了北京繁华的国贸 其实直线距离不过六十千米 但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感 令我此刻想起都难以平息 是否不远的未来 AI机器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切呢 但这是否会影响到就业呢 我想这一切靠空想也没用 终究是实干出真知 机会在哪里 在街头 在人群里 在天间地头 从2009到2019 从中国到世界 我们恰逢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恰逢祖国的崛起 这便是巨大的幸运之一 那么幸运之二 得靠自己去寻找 唯有其二 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成就 正如刺维格在 《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写 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 莫过于在他的人生途中 即在他年复立强时 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愿意能发现他